風呼呼吹 儘管颱風過後 在澎湖風勢還是很強勁 民眾聚集在港邊 要搶救生產工具 出動大吊車 大家合力要把快艇漁船拉上岸 這裡是外安漁港 受到颱風肆虐 好多船隻反覆沉默 即使船隻沒有完全分離 泡了海水 統統得重新整理 而且除了海面上的要清理 還有海底的 等到風浪變小 還要出動潛水源 讓航道進空 漁民才能出海 然而這一回不只漁船受損 養殖業也受到影響 嚮往破 養殖的海鯉 史般圍不住 目前損失難估計 這一回颱風來襲 正好碰到漲潮 海水倒灌 不少淤泥 還造成鐵架島 國軍一早也出動600多人 幫忙清理家園 掃除路上的樹枝 做蘇綠過境澎湖 造成居民不小的損失 TVBS新聞 陳正澎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